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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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觉得果然有好大一桩热闹可以瞧 他立刻清了清嗓子 摆出一副为人师和上神的架子 正色道 既然如此 那王纳涅图此刻在何处 东海水晶道 他们抢光了水晶宫厉害的法器 就去了南荒 说要去回忆毁青之魔君燕吃午 小燕二来一声 那这下要怎么搞 东华看了他一眼 那我们便先去南荒 路上 小燕摸住还是白银的那张脸对东华道 冰块脸 老子不明白了 既然他们要找的人就是老子 为何老子还要半成白银 你要是想对付他们 等他们来到老子的地盘 老子直接以魔君的身份 把他们抓起来不就好了吗 东华道 你这次还挺聪明 小燕得意的嘿嘿笑了两声 什么叫这次 老子一向就很聪明 不对你还没跟老子说你这么弯弯绕绕到底是为了啥 东华看了一眼小燕 怕你被人灌了点蜜糖就忘乎所以 还跟当年一样傻乎乎的就发起了神魔之战 所以还是就以白银的身份 才能旁观者清 小燕更是一头雾水 老子什么时候发起过神魔之战了 东华不再说话 继续腾云 然后指了指下解 你的地盘到了 自少晚嫁给墨渊之后 魔族就基本上以小燕为尊 但小燕平时一半时间都是在幽民寺陪住卸化楼 这南荒魔族早就变成了闲散游兵一般 所以凤九不明白为何东海两个皇子要造反 要拉小燕做盟友 难道就因为小燕傻 到了魔宫外面 小燕就要大摇大摆地进去 凤九忙拉住她 小燕 记住你现在是白银 你这样走近却会被轰出来的 小燕熬了一声 两眼发亮道 老子差点又忘了 平时魔宫那群老头总是喜欢在老子面前叙叙叨叨叙叙叨叨 老子要顾住这个魔君的身份对他们一忍再忍 如今顶住这副皮囊 老子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把那群讨厌的老头暴揍一顿 凤九干下 老人家年纪大不扛走 你还是幽住点好 图片 守在魔宫外的魔兵看到东华 早就毕恭毕敬地让出一条路来 东华问一魔兵 你们的小燕魔君可在里面 那魔兵道 魔君不在 倒是来了两个贵客 如今长老们在招待他们 东华点点头 便走了进去 小燕不爽地对凤九低声道 平日她们对老子都没有对冰块脸这般恭敬 凤九胡扯道 那说明你是个非常有亲和力的魔君 所以你的手下都不怕你 但凡是个明君 都不喜欢她的子民怕她 而是爱戴她 小燕马上高兴起来 老子觉得你说得相当有道理 凤九忍笑 她觉得小燕真的比她家那三位娃娃还要好哄 图片 魔族的长老们正在大殿接待东海两位皇子 但有人喊东华帝君道士 凤九看到那些长老以及两位东海皇子 都站了起来 东华只是闲庭信部 然后慢悠悠地往属于魔君的宝座上一座 听说你们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 能不能让本君听听 这魔宫有东西南北四大长老 平时小燕在外面撕混时 就由他们来打理魔族事物 四大长老又以东长老为首 东长老看到东华突然出现 东华又只说了两句话 惊让他汗都出来了 他擦了擦脸上的汗 回帝君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会 不过就是商量魔族日常事物 东华熬了一声 既是日常事物 为何东海两位皇子都来了 图片 比起魔族长老明显的慌乱 东海二皇子敖亲看到 东华突然来神情 倒是泰然自若 他只是微微一笑 如今什么两族早已化干戈为玉帛 我与六弟前来 是带我父君传达东海与魔族的交好之意 不知帝君有何指教 东华回他一个微笑 没有意见 只是本君好奇你们要如何表达 与魔族的交好之意 听说东海水晶宫宝贝多 你们可是要带什么宝贝来孝敬小燕魔君 薄青的脸色这次终于变了 但还是干笑道 小小一个东海 能有什么宝贝 帝君说笑了 东华更加惬意地往椅子上一坐 既然没有宝贝 那本君更要看看你们准备如何交好 请 他就这么高坐在魔君宝座上 坐下的人就算有天大的事要谋化 就在东华眼皮底下 如何又能进行得下去 小燕摸摸鼻子站在凤九身后 悄悄吐槽道 明明是老子的位子 冰块脸坐得倒是惬意 搞得老子站在边上像是他的随从一样 东华只懒洋洋地坐住 下面的人却个个如坐针针 过了一会 那东长老就擦住汗笑道 敌难得驾临魔宫 不如就由老朽带帝君去游览一下魔宫风光 东华蛋半问 你们与东海的大事就谈完了 东长老善善点头 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 自然是谈完了 东华便站起来 那便走吧 他走到敖青和清淮身边 又看了他们一眼 本君如今对这些小辈们格外看重 又听说你们是小辈中的翘楚 不如也过来 敖青脸色一僵 那是那清淮仍然神色如常的一笑 如此 那便是在下与兄长之性了 说着他还对着站在东华身后的小燕行的个礼 没想到师父老人家也来了 小燕咄了一声 不知道怎么回 就生硬地打了一个字 乖 图片 以魔族的品味 他们的园子自然也没什么好逛的 但东华就好像对那园子里的一草一幕都特别感兴趣 连一座普通的再也不普通的假山 他都要停下来观赏许久 小燕悄悄问凤九 冰块脸这是在做什么 老子怎么感觉他好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凤九用如此可教的眼神也悄声回答道 这敖心和清淮来魔宫谈判 肯定就是带住大招来的 帝君就是在等住他们的大招 小燕两眼放光 那岂不是又有好戏看了 他又扯了扯凤九的袖子 那长得跟 各邀念士德清淮怎么在一直看住老子 难道他看出了老子其实不是他师父 凤九咳了嗨 你淡定些 说不定这清淮是暗恋他师父呢 小燕 东华似乎只逛院子还逛不过瘾 还找了一处凉亭坐下来招呼大家喝茶 魔族众长老都坐不住 东长老对东华善笑道 帝君 如今魔君不在 老朽等还有不少事物要处理 恐怕不能陪帝君喝茶了 东华耳了一声 你们有什么事物要处理 可以说来给本君听听 本君可以帮你们处理 图片 东长老尴尬道 这 岂敢劳烦帝君 东华淡淡道 无妨 这四海八荒的人都知道 本君是最有本事 却也是最咸的那个 你们且放心大胆地说 东长老脸上的汗流得更多了 话也说得不太利索 去眼 却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东华道 既然不是要紧的事 纳陪本君喝杯茶总是不过分 请吧 他都这样开口了 这些长老当然不敢推却 只好坐下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看